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看我的画面标题 Windows上的Linux子系统WSLR发表 这个是微软公司的一条新闻 今天我就给您解读分享一下 好 首先说Microsoft微软公司2019年开发者大会刚刚结束 我画面的右边是他官方的网站 下面是官方网址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虽然说本次大会已经结束 对不对 但是大会上很多的内容精彩的视频 都留在了官方网站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访问一下 好 首先咱们看一下什么叫做WSLR 我给您念一下 它的英文全称是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也就是说它是Windows的一个子系统 它的子系统的核心是Linux核心 怎么回事 我给您念一下 WSLR它在Windows上无缝集成了Linux核心 提供更快的文件系统存取 同时支持完整的Linux核心调用 开发者 咱们今后可以在Windows平台的WSLR中运行更多的Linux原生程序 咱们以前比如说想在Windows平台开发Linux的程序 咱们都怎么做 咱们需要在本地装一个虚拟机 或者说在咱们的服务器端装一个虚拟机 然后咱们去调用 然后咱们在虚拟中去安装一个Linux的发行版 比如说Ubuntu 对吧 比如说红帽 比如说等等 FIDO了都可以 那么今后咱们想在Windows上开发Linux的程序 其实不光是Linux的程序 咱们开发Java程序 开发Luby 开发PGP 开发Python 都可以 咱们就不用再装虚拟机了 不用再装VMware了 不用再装VirtualBox了 咱们只要装上WSL就能够解决问题 它就相当于是在Windows上多了一个APP 这个APP是基于Linux的核心进行开发的APP 咱们用这个APP就能够在里面 执行很多的Linux原生操作 而WSL它号称是完全的执行 完全的实现了Linux所有的逻辑 好 咱们再往下 右边是它的开发者的官方博客 下面是网址 有兴趣朋友 可以访问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 微软在Windows上发布了Linux核心 首先说 为什么咱们本次的新闻叫做WSL2 是因为它发表过1 对吧 第一个版本 有什么问题 大家请看我画面中间这个部分 WSL1的问题是 第一 文件系统的性能 第二 系统的兼容性 首先说文件系统性能这个问题 这个是所有的虚拟机都面临的问题 像我在本地上装的是Wortrabox Oracle的 很多朋友还装VMware 这些个虚拟机都有一个什么共通的问题 速度慢 性能低 文件存取非常非常的缓慢 而且系统兼容性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WSL2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给你念一下 WSL2 它采用全新的架构 采用来源于Kernel.org官网的Linux核心模块 咱们都知道 最新的Linux核心 它在哪发布 对 它在Kernel.org官网进行发布 然后所有的发行版都从这取得最新的版本 Windows这次的WSL也采用官方的Linux核心进行开发 换句话说 它不是一个虚拟机 它就是一个Linux 没说错吧 OK 同时呢 它并专门针对Windows平台进行了性能的优化 同时可以通过 大家注意看 非常重要 它可以通过WindowsUpdate服务 进行安全修复和Linux的核心升级 天呐 换句话说 咱有一个Windows 这Windows里面 它默认给咱们带一个Linux 这Linux还能够通过Windows官方的Update服务 进行升级维护 我觉得真的是少了咱太多太多的事 少了 省了咱太多太多的麻烦了 反正如果这个程序发不出来 我可能第一时间就去使用 第一时间去给您review一下 OK review review review是日语 好 那咱们就看一下这WSL 这个演示的效果 我右边这是一个GF 这个是从它这个官方网站摘录下来 咱们看一下 在咱们Windows上 如何使用WSL2 不过现在这个程序还没有正式发表 咱们先看一下大概使用的这个感觉 好不好 我这是个GF 它是在循环播放 一会咱们再从头看一遍 好 咱们准备从头看 Windows启动 正在启动 已经启动起来 大家请看 启动了这是Windows的一个APP 对不对 这APP里面 它现在虚拟的是一个Ubuntu的程序 在程序里面 它居然可以执行Doker 换句话说 咱们可以在WSL2里面 还能够运行Doker的虚拟机 我的个天 性能却一点都不慢 非常不错 咱们再看一遍 开Ubuntu 速度非常快 比一般的虚拟机要快很多 然后它执行了一下Doker的服务 非常 因为咱们有很多朋友开发 是用Doker开发 它其实也是一个虚拟机的服务 对不对 它居然能够在WSL2里面 还能够再运行Doker 那速度性能得相当相当的快 才可以 OK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 这么一个简单的演示 它还没有发表 等发表时 我会给您完整的操作一下WSL2的使用方法 OK 咱们接着往下走 那么WSL2它速度如何呢 据官方称 只是称 在大量的文件处理操作中 将是第一个版本的20倍 我也相信 微转它敢这么说 它就能够达到 有朋友说了 什么叫大量文件 我玩游戏算不算 玩游戏不是说 对文件IO的存取特别高 是对显卡 CPU内存要求特别高 大量文件操作 什么叫大量文件操作 比如说 大家请看 这列出了 官方给列出几个命令 比如说 Git Clone 对吧 然后比如说 NPM NPM是Node.js的安装的一个 Project管理工具 它装文件 比如说咱们开发Angular 开发Angular一个工程 对吧 Angular工程 Source可能才只有几十K 结果它给咱安装 就可以给它安装成上百兆的文件 非常非常庞大的文件的IO操作 像这种操作 居然是第一个版本的20倍 再比如说 apt update 这是Ubuntu的核心的更新程序 都会占大量的文件的IO的操作 那么咱们就使用WSL的速度 将是非常非常快 咱们非常的拭目以待 我是非常期待 我看到这个我一惊 因为我现在做很多的教学视频 经常用到Linux 比如说我以前做过一个 Postgres的数据库的教学视频 我好自己在我的本机上 开一个虚拟机 虚拟机里面装一个Ubuntu Ubuntu里面装一个Postgres 然后我再在另外一个虚拟机中 去调用它 非常麻烦 如果以后有这个工具的话 那我在Windows本机 就能够开Linux了 对不对 好 那么重点来了 既然WSL这么好 那么它何时发布 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 据官方称 我给您念一下 WSL2的初始 第一版本预定在2019年6月底 然后由微软公司的 Windows内部开发团队进行发布 到时发布出来 是不是开源 怎么下载 现在还未曾可知 但是我认为 它有可能开源 同时因为它又是Linux的核心 对吧 它有可能开源 而且它应该通过Windows Store 进行发布 收付收费我不知道 反正如果发布出来之后 我第一时间会给您review一下 OK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视频就给您非常地顺利 WSL Windows 子系统的Linux核心 我是非常的期待 咱们就一起等待6月底的到来吧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